好的,那我们时事大谈 今天节目中也为大家请到两位来宾 针对这个北约峰会最新发展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一位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毕周先生 魏毕周先生,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好 一位是台湾东海大学政治学系的副教授 林子力博士 林子力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湾的林子力教授 我们知道这个北约的战略目标 其实有经过很多年的调整 那么现在是已经将中国定位为一种系统性的挑战 这次北约75周年峰会除了 像我们刚刚记者讲的聚焦在乌克兰战争之位 是不是也会更明显的把所谓的战略关注转到中国呢 林教授 好,这是非常好的问题 我想这一次的焦点有两个 第一个是如何面对乌克兰战争的节节败退 那么乌克兰战争节节败退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对于俄罗斯不断的伸出援手 那因此才会有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 这个芬兰总统说 这个如果习近平愿意的话 那和平的钥匙在他手上 可是这个中国是这一场战争里面 如果说唯一有一个获益的国家 那就是中国 那因此呢 中国绝对不会希望这个乌克兰战争是由俄罗斯失败来收场 所以北约国家很了解乌克兰战争的根源有两个 一个是当然是普丁个人的野心 大概就是中国企图在改变 有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这一个游戏规则 所以很明显的这个除了少数几个国家之外呢 大家都愿意集中到这一个拜登的这个领导之下 来对抗中国 那更重要的还有一个议题 就是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 那这一些都牵动到了这一次北约峰会各国的合作 特别是还有一个焦点 您刚也提到了 就是跟亚洲这些国家的合作 好的 感谢林教授 当然魏毕州先生在美国可以更近距离的观察 究竟美国的领导力大家现在怎么看 因为我知道拜登总统这一次的北约峰会 当然他是一个主角 因为他要连续三天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这里 接待来自38个国家的领导人 作为一个北约峰会的东道主 不过有媒体报道说 这个欧洲的盟友似乎对拜登总统日前 在这个总统大选首场辩论中的表现 还有他究竟能不能升任他目前的工作 显示出一种担忧 那么拜登总统本人在接受ABC专访的时候 回应说 谁能像我一样把北约团结在一起 谁有能力牵制中国 谁能够做到这些有这样的影响力 他认为判断他最好一个的方法 就是参加现在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 听听看欧洲的领导人怎么说 想请教魏毕州主编 这场峰会对于拜登总统辩论后所面临的挑战 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呢 魏毕州先生 是的主持人好林教授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个当然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 可能是说这个冷战结束以后 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发展的转变 当然今天75周年 这个北约生日快乐 在拜登总统这个任内 当然这个事情不是他所要的 但是因为是应付俄国 俄罗斯普廷所做的这个侵略行为 那么北约在过去两三年 就两天中间有了很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也可以说是个成就 但你也可以说是个变化 这个成就其实也许不需要这个成就 但是无论如何在他的领导之下 芬兰还有挪威都进来了 然后刚刚这个记者也提到过 就是整个军费增加了 刚刚讲到2%的军费 现在大概23个国家都陆陆续 都把这个军费到位了 可是今天这一次的峰会里头 可能要提到的就是 2%只是一个起点 就是一个floor 以前本来认为2%就是一个顶点 现在可能是2%就是另外一个 就是只是一个起点 另外增加到3% 这个是未来要走的这个目标 之所以这样做其实很一个原因 就回到刚刚主持人 一直开始提到的时候 就是应对美国的整个国内政策 所改变的一个情况 其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 万一川普上来之后怎么办 那么我们知道川普 这个2%的军费增加到 今天这个原因 跟川普在任上的时候 警告北约要提出 自己保护自己支费这个观念 跟这个做法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刚刚讲到包括设立办公室 包括未来一切 这一次复会可能所提出的做法 一方面就是要担心 万一川普上台之后 北约必须更加要努力 这个一个做法 另外一个方面 当然是担心 这个拜登总统 目前这个身体这个状况 所以今天对北约来讲的话 他们这次开会 一方面要加强 在实际加强 对于乌克兰本身的这个支援 还要提供上级几百亿的 这个军火过去 主要是军火 好的 一下你 林教授 主要也回应一下 不好意思 刚刚这个连线稍微有一点点迟缓 那林教授你要不要也回应一下 刚才魏毕周先生所谈到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究竟对于这次的北约峰会 或者说美欧之间未来联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林教授 影响是非常的大 因为我们都知道 那川普这个未来的这个 如果重新再回到白宫 那他就是要扣留资金 然后撤回军队跟指挥官 然后要迫使各国提高 他们对北约的这个国防支出 各国的国防支出 所以现在各国已经开始准备 如果川普回来的这个做法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个我们就可以体现到 这一次北约峰会的团结性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川普的这个 在北约的思考上面 是这个欧洲无法想象的 我们可以这么说 没有美国领导的北约 就不再是北约了 他的第五条也就不再有保证性了 所以如何因应这个川普的 这个回归 尤其是我们知道 拜登总统上一次的这个 辩论表现不好 那整整整体的这个支持度 下滑很多 甚至有要换人的这种声音 都大量的出来了 所以这个都增加了这个欧洲盟友 亚洲盟友的紧张 那在思考怎么样的 在川普就任之前呢 能够把这些合作给制度化 进一步和止 俄罗斯与中国 在称霸世界的野心 好的 感谢林教授 再继续请教两位来宾之前 我们一想 就是拿入我们网友的 一些讨论跟评论 我很快念一个 Reader Clear 这位X的网友 跟我们的评论 他说北约本来是保卫 欧美西方不受侵害的 跟中国本来没什么事了 但是由于现在中共 在俄乌战争当中拉偏价 和习共队 普俄在经济 军事 政治 外交各个领域的支持 以及中共在南中国海的 军事化扩张 和菲律宾的争议对抗等等 那么北约其实并不觉得 要走向印太 但是觉得中共在向他们逼近 所以他们必须要进行应对 像这个请教未必周先 怎么看我们这个网友的评论 还有也注意到说北约峰会 其实有邀请到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很新型来四个印太国家 这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 会向北京传达一个什么样的讯息 那北京当局对于现在 北约强化印太联钱 或是说有人传说 可能建立所谓的印太版 北约北京方面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也请为主编帮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事情当然可以说 习近平认上了一个 很大很大的一个战略 上的错误吧 我们可以这样讲 就是他要支持俄罗斯 而且支持俄罗斯 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在不同的阶段支持俄罗斯 这个造成了俄乌战争一定性的延长 也增加了普丁在未来的合并中 自己可以增加谈判的份量 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北约 或者是西方国家所乐见的 也就是说因为中共的直接参与 延长了俄乌战争的存在 这个当然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如果一个恶化的中国 或者是一个继续打仗中的俄乌 或者是欧洲这个情况 对中国或对中共来讲绝对是有利的 所以他乐见这个事情的发生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抓紧语物或说 这个中共真实在扮演这个和平使者的话 那大概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他借着这个和平使者的这个招牌 事实上在做的一些延长恶物战争 继续延迟发展的这样子的工作 我们可以往下面借会往下看下去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和平使者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有很多人要扮演另外一种和平使者的 这个方向逐渐 就刚刚有提到过这个芬兰总统也好 包括还有这个匈牙利总统也好 都是这样子的角色 那么对于中国 对于这个印太来讲的话 这的的确确就是因为 因为在刚刚这个林小柳提到第五条 北约第五条 所以今天在欧洲来讲的话 基本上是美国当然要去帮助欧洲 因为包括第五条条款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2021年的这个911战争 911恐袭的时候 美国是直接受到攻击的国家 所以欧洲这些北约国家都加入了帮助美国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情况 所以美国在今天对于欧洲 也有相对的义务跟任 我想特朗普也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中国的介入到欧洲的情况下 所以这些美国国家 还有欧洲的国家 对于美国未来在亚太地区 所受到的直接或间接的这种威胁 这些国家都有要帮助的这个义务 这个条件 何况欧洲现在越来越了解 印太地区 亚太地区的是个商业 跟科技所带来的这些机会 直接影响到这些欧洲国家 本身的经济的发展跟成长 所以对这个地区 除了军事之外 经济更是一个他们主要的考虑 好的 感谢魏必州先生 其实今天我们两位来宾和刚才记者 都提到这个北约的第五条 第五条款 集体安全的承诺 究竟这个安全承诺 可不可以应用在印太或是台湾的情况 我们稍后也会请教两位来宾 不过我想先请教林教授的是 刚才我们记者有提到 北约内部其实现在对中国的立场 不见得是完全一致的 也有不同的意见 像是这个北约开设驻东京的办事处 就受到了法国的反对 刚才魏先生也提到了 这个匈牙利的总理 作为这个北约成员国之一的 这个总理欧尔班 更是在来华盛顿和拜登开峰会之前 就先去北京和习近平会面 不晓得您对此的观察是什么呢 林教授 好的 那法国他很特殊 他长期以来 尤其现任的马克宏总统 就是戴高乐主义的支持者 那所谓的戴高乐主义 就是法国要走自己的路 不能够一味的跟随 战略自主 然后不能一味的跟随美国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1960年代代高乐总统就退出了 北约的军事指挥权 那一直到Sakorsi总统 之后才再重新加入北约 所以法国是有这种战略自主 独立的外交的传统 那他们认为 现在欧洲最大的挑战 就应该聚焦在乌克兰 光是一个乌克兰就让欧洲 焦头烂额 更不用说这个战争所引起的 这个安全经济社会政治的动荡 如果这个时候 北约在分心扩张到 这个协助美国去处理 跟中国的事务 那这个战线拉的太长 对于欧洲的安全 未必是有利的 因此他就反对 即便只是设计一个 文职的办公室在东京 那这个马克宏都不支持 那欧尔班更是 更是一个被中国利用来 在这个欧盟里面 叫我们称之为 分额自知的最重要的国家 那这个今年习近平访欧 除了去法国之外 那另外一个就去了匈牙利 那他也是给匈牙利 匈牙利最多的一带一路的建设 跟支持 作为一个中国的象征 跟中国友好 就可以得到资金 可以得到建设 那作为一个杠杆力量 那这个投影回报的时候 今年的匈牙利 开始长达半年 欧盟的轮值主席国 所以他在欧盟的影响力 比过去 虽然他是一个 一个长期被孤立的国家 但是根据制度的设计 他还是成为了轮值主席国 他还是拥有一成的设定权 这个时候去见了习近平 表达了他对中国的支持 希望让中国能够发挥影响力 来展现欧尔班他所谓的和平的概念 那事实上这些都无法让这些北约的领导人所接受 但是呢也反映出了欧洲声音不一致的现象 好的 谢谢林教授 那么请教魏先生之前 我们念一个网友评论很简短的 天地良 他在X上表说 北约的战略关注其实不是要转向中国 也不是北约有什么变化 而是中国也许有了什么新的动向 或许是中国已经甩开膀子 要帮俄罗斯 或许是中国在台海或是南中国 还挑衅的嫌疑和动作 这是网友们他自己的这个分析 当然也要请教魏碧州先生 虽然说刚才林教授也提到说 北约之间还有一些不同成员国 因为自己的传统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似乎现在在这个欧洲战场 跟印太战场两个战场合而为 这样似乎是被很多人认为 是成为一个北约的主流意见了 但是想请教您的是 在应付巫战之余 又要因应台海未来可能会爆发冲突的 这一层考量 究竟北约还有什么具体的这个能力 能够具体的吓阻北京武力犯台呢 魏碧州先生 对 就现在这个情况来讲 我们先回到 我说一下匈牙利这个事情 匈牙利刚刚那个 林教授提到的 现在是人质主席 所以他希望利用他这个位置 来做一些事情 基本上就是配合中共 在这个地区 在欧洲这个地区 基本上是兴风作浪 没有别的目的兴风作浪 因为他这个人质主席 现在去了这个 他去这个北京之前 他先去了俄罗斯 也是欧洲都不知道 欧盟都不知道 然后他又去了 乌克兰去的时候也不知道 去中国也不知道 所以他连去了三个地方 基本上他说他代表这个主席去的 但是没有这个欧洲 欧盟这边自己上 已经对他发表谴责了 对于自己现在的主席发表谴责 同时还要启动调查机制 来调查这个行为 在法治上到底有没有到 因为他没有受得 或者这个整个欧洲的这个授权 就建在这个地方 提出他自己的看法 所以他今天这个做法 基本上欧洲是不接受的 欧盟是不接受的 既然不接受 那这个做法的目的是为什么呢 就是第一 可能为了个人的名义 第二是为了欧洲 为了匈牙利跟北京之间的利益关系 因为你帮北京做些事情的话 他总要给你一点钱 给你一点优惠 所以这里头有自己 欧盟总统自己本身的意图在里头 所以这个地方算在一起 大家知道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小丑所做的事情 基本上不应该给他太大的重视 他基本上就是做一个桥 让北京有在欧洲发言的地位 再回到亚太版 有关于对台湾未来做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欧洲现在做的一些事情 北约来讲就是应该加强 继续加强 当然以前都没有了 现在要尝试加强 跟台湾的关系 要把台湾拉到一个国际层面来讲 一个国际的一个地位 一个支持的地位 不能再偷偷摸摸的 或者是这个私下的去支持台湾 或者表达 言之上表达台湾 他应该用更有力 更有大的态度来支持 虽然也许谈不上军事方面 但他必须欧洲 这个北约还有欧洲的国家 必须在这个地方 先做出一个铺垫 来支持台湾在国际社会上 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打败俄罗斯 唯有打败俄罗斯 让俄罗斯付出惨重的代价 才能让北京知道说 如果你要动用武力 去侵略一个地方 要改变一个现状 同时要去欺负一个弱小的 一个势力的话 那么你就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是历史上的教训 也是历史必须要走的路 如果这个地方 如果欧盟还有北约 在这个地方上 没有办法达到 让普京知道这个代价的话 那么台湾如果挺 就是比较危险 所以现在来讲 整个冷战以后来讲 可以说乌克兰 是第一场热战 第一场热战 热战没有处理好的话 那么第二场热战 很可能不是在朝鲜半岛 就是在台湾海峡 好的 林教授刚才为B周先生 谈到这两个可能的热战 一个在欧洲 一个在印太地区 不论是在朝鲜半岛或台湾 如果这两个战区 真的是合而为一的话 北约究竟要怎么做 包括它未来的印太布局 和刚提到军事开支 资源的配置 还有刚刚两位也都提到 这个所谓大西洋沟约 第五个条款 Article 5 这种集体安全的承诺 有没有可能适用在 印太地区这个战区 甚至就是更详细的讲 是适用在台湾海峡 台海冲突呢 请叫林教授您的看法 我必须比较务实的来说 在目前这个阶段 虽然美国跟欧盟 都已经利用国会来宣布 这个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 这个不关乎这个台湾的主权 也就是2758号决议文 仅仅决定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世界上唯一代表中国的国家 可是并没有说明台湾的主权 归属于哪一国 好 那意思就是什么 这就是国际上对于台湾的承认 仅此余止 那么就台湾在国际上 不管是美国 不管是欧洲任何一个国家 都还没有人正式承认 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 换句话说 那我们就不可能加入北约 也不可能适用第五个条款 那所以这个就是国际上 很现实的状况 我们也知道这一个欧盟的国家 很避免让两边 也就是欧洲跟亚洲 投持发生战争 那么从最近习近平的谈话 我们也可以感觉到 他说他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说 我不会中美国的圈套 所以目前台海的危机 看起来虽然中国不断的在改变现状 但是真正的要动用传统军事武力 攻击台湾 还不在我们可看的时间内 好的 感谢林教授 我们线上的这个网友 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刚刚前面我念了几个网友说 这个不是北约要转向 是中国自己在步步禁闭 但是有一位网友不同的意见 我念一下 这位叫Philip 他说其实北约才是整个问题的根本 所以不要甩锅 我想就这个反面意见来请教卫弊州先生 的确是这个普京在进攻俄罗斯 进攻乌克兰之前也说 这个是北约造成的 这是北约才是主要的问题 那网友的意见可以类似像普京的这种看法和观点 但是我们纵观北约 其实75年历史 就大家挑战是从前苏联 现在似乎又变成的是 靠向印太地区和中国 过去有北约和华沙公约两大集团的对抗 那现在您是不是有看到 有可能重演这个冷战的历史 现在欧亚两个国好像选边站队 这个集团化的趋势 究竟是让全球更安全 还是更紧张更危险了呢 也想请教卫弊州先生回应一下 我们网友和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华沙也好 或者是这个北约 如果大家回去看一下 现在华沙已经不在 那么华沙为什么会不在 因为无论从社会制度 经济制度 还有这个意志形态 还有任何人民的生活保障 人权等等来讲的话 华沙公约组织 从本身所依靠的这样子的数量集权 完全是一个邪恶集权 完全是不能为历史所接受 所以它消失掉 所以它溃亡掉 这个历史我想刚刚其他 如果有不同的网友的话 可以把这个华沙解决 这个华沙之所以消失 或者崩溃这个历史去了解一下 那么今天这个北约还在 北约并没有解散 也相信也谢谢北约的存在 才能够阻止 才能够有一个力量站出来 去做一个公正的警察 说你这边不应该去欺负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 那么现在往外再推的话 如果认为说北约这个组织 或北约这样子的一个制裁力量 是不是应该在各个地方存在 我想是应该的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跨权 在这边想要用它自己的力量 用自己的意识形态 去指导别的国家做一些事情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么北约还有类似像这样子的 这种区域性的也好 或者是全球性的制裁 或者是这种警察力量 应该继续存在的 那么至于对整个亚太地区来讲 当然这个恐惧是不断存在的 不管你看最近国际上各个组织 不管军事也好 或者是这个政治组织 不断在奔走在开会 就知道正在应付一个 即将而要发生 而不可预测的一个新的状况 这个状况就是 中国俄罗斯加伊朗 这个三个国家 再加上小北韩 一个所合作起来的 一个新的冷战对抗的这个机会 这个事情已经开始了 从经济上 从科技上 从军事上 从政治上 这个事情基本上已经开始了 只不过是这个路 还要走一阵子之后的情况下 才能把这个整个两大阵营的这个情况下 再稳定下来 再给予新的这个社会 这个国际政治上的新的名字 新的解释 但是这个事情已经在发生了 这个发生最大的结果 当然就是因为这个中共的决起 好的 很快再念两个网友的这个评论 然后请林教授也简单的回应一下 做总结 杰克刘 杰克刘 他说算了吧 对北约不要太迷信 乌克兰加入北约还很遥远遥远 比冥王星还遥远 那美国自身也犯了很多错误 实力的下降 又不能客观公正的看待中国的力量 采取了失误的政策 结果几轮下来 觉得没有占到便宜 还有一位网友叫LJX 他说俄乌战争只是前菜 这个世界现在的矛盾 远远无法靠俄乌战争解决 林教授很快回应一下吧 尤其是刚才我们网友说 这个北约才是整个问题 现在世界这个紧张局势的一个癥结 简单的回应 跟我们上半场也做个简单的总结 林教授 好 那这个可以说是北约的错吗 我觉得北约他只是一个国际组织 那他执行了所有会员国的意志 那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认为为什么是北约的错呢 因为苏联瓦解了之后 这一些后共国家 为了国家的安全 为了国家的利益 那纷纷选择加入了北约 寻求美国的保护 选择加入欧盟 寻求经济的改革 那事实也证明 这一些加入北约阵营的 欧盟阵营的这一些后共国家 他们的经济 每一个都蒸蒸日上 许多国家都突破了中等收入的陷阱 那所以这怎么会是北约组织的错呢 是这一个自由民主的制度 能不能够带来国家的成功跟繁荣 那的确我们也承认 由于这些后共国家的成功 那引起这个俄罗斯对于战略安全的 这个缓冲地带的忧虑 那尤其是在2014年 那并吞了克里米亚 引来美国以及西方的制裁之后 整个俄罗斯的这个国力 急剧的下滑萎缩 那面对中国日益崛起的庞大跟挑战 那普丁觉得他如果没有扩张 把他的版图沿到乌东的地区呢 他无法跟中国平起平坐 所以这里面有千丝万里许多的因素 包括美国霸权的这一个不在 这都有关系 导致我们看到今天混乱的结果 所以我认同网友的说 是的 未来的世界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以色列哈马斯的战争只是开端 未来越来越多的冲突 很可能都会继续发生 魏毕周先生要不要很快地也回应一下 跟我们上半场很多久 尤其是这个整个现在世界局势这么紧张 美国的领导也有被打很多人质疑 就这一点跟我们做一个简单上半场总结 我想我们大家如果有意志的话 我们都不应该做吃瓜群众 那么在不管任何一个冲突发生之后 我们要看发生之前发生之后的整个演变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 自己本身的价值观比较难定 如果你觉得不该打人 你就应该去制止不该打人 如果你有更有强大的力量 你就应该发挥更大的强大力量 去建构一个不会发生这种意外事 不会发生这种产事的这样子一个机构 如果说只是说在事后说 这个情况会越来越糟了 将来一定会再打起来 那这种人完全没有立场 那也不必再说任何话了 好的 非常感谢威比舟先生 还有林子力教授上半场的精彩点评 提琴您男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